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发性骨髓柳的病征和很多都市病都很相似 究竟什么是当发性骨髓柳呢? 当发性骨髓柳是血癌的一种 成因是因为不正常的脏细胞增生 而沉淀在骨髓柳不同的地方 每年大概有200多到300个新症 很多时候病人就有骨痛、骨折、贫血、纯衰竭等等 而且这个病也会伤害病人的免疫系统 所以很多时候病人也会有感染和发烧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病人有长期的腰骨痛 对年长的病人来说 很多时候都以为自己骨质疏松 对年轻的病人来说 他也以为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 由早到晚都对着电脑 所以助织又不正确 所以才会有腰骨痛 诊断的方法有几方面 第一是炎血 第二是做骨髓 第三是X光的造型 炎血方面我们可以做血清的电影检查 原因是因为这些癌细胞都是同一个组中 所以他们就会分泌同一个免疫球蛋白 就会导致有单黑龙的免疫球蛋白的现象 另一方面做骨髓的时候 也会发现有脏细胞的增生 而X光的造型也会见到溶骨性的变变 如果想知道多些关于癌症的资讯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癌症资讯网 好棒